台北市大安区景安里的这个癌症病童中途之家的这个争议 那么台北市政府力挺之下 现在加速核准变更使用执照 业者最快半年就会完工了 那么当地的居民虽然态度是转向支持 但是还是心里有一点卡卡的啦 希望业者跟市府对于未来中途之家的污水 以及废弃物的处理 能够保证不会影响当地居住的品质 中正儿童之家进驻景安里引发的风波 渴望搞一段落 因为台北市政府已经核准了变更使用执照 室内动工马上就可以开始进行 预计最快六个月内就可以完工 或许是怕再拖下去会节外生枝 这回北市府快动作 业者6月15号申请病童之家建筑物变更使用执照 爆发警安里引反对之后 市府7月18号紧急核准 让原本是电信局员工宿舍的空屋变成寄宿住宅 他现在已经发执照出来 这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他原来我们要求的是污水处理跟废弃物的处理 是要以医疗的标准 还是一般住宅的标准 听得出来 当初发起反病童中途住家进驻的住户之一 还是心有疑虑 对癌症都不欢迎 为什么呢 就是癌症好像觉得这种病是治不了的 觉得好怕 因为癌症病童即将入住 附近的李明一度扬言要誓死反对 还因此被冠上天龙里 但引发争议之后 还是有住户对病童不太友善 不过 未来这边 一楼是公共空间 提供教育厅和开放式厨房 方便住宿家庭使用 而到四楼则提供病童和家属住宿 社区公告栏还贴出了开会通知 7月23号 市场好龙兵更要亲自作证 和大安区里面沟通 化解民众疑虑 让警安里的居民打从内心 欢喜接受新邻居 中间新闻 黄明君侯清理台北采访